最近因为罢工所引起大家关注的长荣航空公司 虽然分爪未平 但行身的脚步不停歇 7月内有一批家具跟电脑要进行态换 但这批物资属堪用 而在张荣发基金会的协助下 就将这态换下的衣柜 还有电脑以及沙发 都转赠给云林县 68个社服团体、机构还有学校 而这运费更是全部都是由基金会来支付 云林县政府跟受赠团体都感谢他们的爱心 也期许能够持续造福更多需要的民众 首领拿着缩小版的衣柜 代表着有320座捐赠给需要的团体和民众 另外还有135台电脑及22张沙发 都是长荣航空公司 透过张荣发基金会捐赠的物资 那个时候我们就和长荣航空一起讨论 我们当下第一时间就决定 把这批物资送给云林县 再转给各社服单位 我们知道各社服单位 你们的经费预算都很有限 所以这次我们也自动加码赞助25万元 将全数的物资送达各个社服单位 这么大量的家具和电脑 要送到云林的社服团体、机构和学校 运费实在可观 好在基金会大力协助 让68个云林县内的受赠单位 充分感受他们的热情和热心 这次的赞助让我们的社区的这些小朋友 真的很感动 平常去的话都没有电脑可以玩 这次真的因为舞台电脑 他们真的非常的开心 也学得非常的好 今天代表学校我想各样的感谢 现场也感谢当花基金会 对学校教育、基层教育的这种关心 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一个福气 虽然家具和电脑不是全新的 但是受赠单位使用后觉得就和全新的一样好用 可以为这么多团体和学校省下经费 县府很感谢长荣和张荣发基金会的关心 我们也希望未来还可以继续跟云林县合作 那我们也希望成为云林县社服单位的后盾与力量 让爱与关怀化作实际的行动 感谢我们长荣航空以及张荣发基金会 在整个运送过程当中 顺利的把这些物资运送到我们所有需要的这些场所 那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 那希望未来的合作能够更持续也能够更很久 虽然最近因为罢工世界让航空公司受到影响 不过他们关心弱势的心意从没改变过 感恩习福的行动也带给受赠单位满满的温暖快乐 记者010云林采访报道